本视频将覆盖DataSuite软件中各种各样的实质选项,一旦你将记录一连接到计算机,你将可能需要实质并记录输入。 连接你的MycoLite记录到你的计算机上,打开DataSuite软件,然后书标邮件点击在软件界面显示的记录图表从邮件菜单中选择实质。 在这个界面,你会发现一些不可编辑的信息,比如当前记录一的序列号、电池、电量、信号、固件版本。 主食是可以编辑的。 在下面,书温度,单位,选项,有时,时度和华时度。 然后,你需要选择存储模式。 循环远行,非循环远行,和远行模式,安全远行,即使其远行或者都不够选择,最后选择实质和远行,一旅即开始远行。 如果你想在远行构成中停止记录一,勾选按键是停止。 选择实质采样,虚率为一次秒到一次十八小时。 软件会跟着你的选择自动计算机,录综时长。 选择最少最多可在LCD屏幕上显示这些参数。 你也可以选择今天是最近二十四小时。 在传根器表签下,选择你希望持有宝经的传根器。 如果你想选择宝经范围,请勾选宝经选项兵制定有之。 继续。 这是我们的观传续。 视频的观传续。 视频锋和远行的大丝度。 我们来仔细并融派,帖接。 握赠来。 何温派,再 quan采择。 旺盾。 受给我的观看。 纸 Ei。 好,好。 选择。 很开玩。 放开。 在节点时设置标签下 通过下拉菜单中的选项来设置LCD的自动关闭时间 现在只有安全或者保镜能够电量LCD屏幕 在此,进用LED指示器 在WeBoomerang报告标签下 启用WeBoomerang特行 联系人将能够通过一门手包书组报告 在注释栏中注释报告名 再次输入需要接受报告的电子邮箱地址 点击加好天加印外的电子邮箱地址 如果你想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请前往查看我们的WeBoomerang视频 注意事情 如果你想开始运行记录一,请点击试试和运行开始记录或者试试。 感谢观看,希望能够帮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希望能够帮到你。